第十四回 桃花岛主 武男一女走进厅来 却是江南六怪 他们自北南来离故乡日寄 这天经过太湖 忽有江湖人物上传来殷勤招呼 六怪离乡已久 不明江南武仪现状 也不显示自己身份 只诸初用江湖切口跟他们对答了几句 上传来的是归云庄统下的张寨主 他奉了陆冠英之命在湖上营压老庄主的对头 听着哨探的小裸裸抱之江南六怪形象奇异 身邪兵刃 料想或是庄主等候之人 又忌惮又艳恨迎接六人进庄 郭靖陡然见到六位师傅 大喜过望 抢出去跪倒磕头 叫他 大师傅 大师傅 二师傅 三师傅 四师傅 六师傅 七师傅 你们都来了 真好极了 他把六位师傅一一叫道 为你啰嗦 然语意诚挚 显示十分信息 六怪虽恼怒 郭靖虽黄荣而去 但毕竟对他甚是争爱 不宜再次相逢 心头一喜 原来的气脑不由的削了大半 韩宝区骂他 小的 你那小姚亲呢 韩小英眼间 一见到黄蓉身穿男装 坐在席上 拉了拉韩宝区一惊 低声道 这些事慢慢再说 陆庄主初识 原也以为最偷道 但见那六人并非相识之人 韩小英与记忆中的梅朝丰佑 全人不思 听郭靖叫他们师父 当即宽心 拱手说道 在下腿上有病 不能起立 请各位恕罪 盲命庄客再开一席酒言 郭靖说了六位师父的灵头 陆庄主大喜 道 在下久闻六下英明 虽在江南无由得见 心中仰慕多时 今日会见高贤 心何如知 神态着实亲热 那求千任却大辣辣的坐在首席 听到六怪名字 只微微一笑 自顾饮酒吃菜 韩宝区第一个有气 问道 这位是谁 陆庄主道 号叫六侠欢喜 这位是当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前辈高人 六怪吃了一惊 韩小英道 是桃花的黄药师 韩宝区道 是九指神干 陆庄主道 都不是 这位是铁掌水上飘 求老千辈 柯震恶经道 是求千任千辈 求千任仰天大笑 神情甚是得意 庄客开了 严席 六怪 依次就做 郭靖去 众师傅 一席 共作 拿黄荣同去时 黄荣却笑了摇头 不肯和六怪同席 陆庄主笑道 我知道 郭老弟 不会我过 那只竟是名门弟子 两股 身藏若虚 在下 这可走眼了 郭靖 站起身了 说道 弟子质量余辱 学不到几闻恩师的高明功夫 这一点点微末国父 受师父们教诲 实不敢在人前宣誓 请庄主恕罪 六怪听了两人对答 知道郭靖懂得谦逸 不自眩漏 心下也都欢喜 求千任道 六侠也算是江南武林的成名人物了 老夫正有一件大事 能对六侠相助 那就更好 陆庄主道 六位进来时 求老前辈正在说这件事 现下就请老前辈指点名录 求千任的 咱们身在武林 最要紧的是侠义为坏 救民疾苦啊 现下眼尖金国大兵指日难下 宋朝如不知好歹 不肯归顺 交起兵来 不知要杀伤多少生命 长言道得好 顺天者昌 密天者汪 老夫这番难来 就是要联络江南豪杰 想应尽命 好叫宋朝 眼看内外加工 无能为力 就此不战而下 这件大事一成 且别说功名富贵 但是天下百姓感恩戴德 也不忘了咱们一副好身手 不忘了侠义二字 此言一出江南六败 勃然变色 韩氏兄妹历时就要发作 拳金发作的两人之间 双手分拉他们一击 眼侧向陆庄主一飘 示意 看主人如何说话 陆庄主对求千任本来敬佩的五体投利 忽听的说出这番话来 不禁大为惊讶 呸笑道 万贝虽然不孝 身在草马 但忠义之心未敢活望 金兵既要南下夺我江山 害我百姓 万贝必当追随江南豪杰 誓死与之周旋 前辈是财所说 想是故意试探万贝来着 求千任他 老弟子的目光如此短浅 相助朝廷抗进 有何好处啊 最多是个岳无目 也只落得风波停惨死 陆庄主惊怒骄蹦 原本指望他出手相助 对付黑风双杀 哪知他空腹决意 为人却这般无耻 令人说道 万贝既有对头前来寻仇 本叛老前辈赐予助手 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 万贝就算惊险见地 也不敢有劳打架了 请吧 双手一拱 经一级逐客 江南六怪语 郭靖黄荣听了 都暗暗佩服 求千任微笑不语 左手握住酒杯 右手两指捏住杯口 不住团团旋转 突然右手平身向外挥出 掌元击在杯口 拖的一声 一个高约半寸的瓷圈飞了出去 跌落在桌面之上 他左手将酒杯放在桌中 只见杯口平平整整的矮了一截 原来竟以内功将酒杯削去了一圈 击碎酒杯不难 但局长清辉竟将酒杯如此平整光滑的切为两劫 功力之深 石堪害矣 陆庄主知他协议相邪 正自陈寅对付之策 那边招挠了马王神的韩宝鞠 他一跃离席站在席前 叫他 无耻匹头 你我来见个高相 求千任说道 久闻江南奇怪的名头 今日正好试试真家 六位一起杀吧 陆庄主知韩宝鞠和他武功相差太远 听他叫六人同上 正合心意 盲道 江南六怪向来齐进齐退 对付一人十六个人 对付千军万麻也只六个人 向来没哪一位肯落后的 朱聪明白了他言中之意 叫道 好 我六兄弟 今日就来会会你这位武林中的成名前辈 首一摆 五怪一起离席 求千任站起身来 端了原来坐的那张椅子 缓步走到厅心 放下椅子坐了上去 右足架在左足之上 不住摇晃 不动声色的大 老夫就坐着和各位玩玩 朱聪等都倒抽了口凉气 君想此人若非有绝点武功 怎敢如此拖打 郭靖见过求千任朱般古怪办事 信之另一位师父当非对手 自己身受师父重恩 岂能不先挡一阵 虽然一动手 自己非死即伤 但事老临头 绝不能自吸其身 吉布抢在六拜之前 向求千任抱拳道 晚辈先向老前辈讨教几招 求千任一正 扬起头哈哈大笑 说道 父母扬你不议 你这条小命何苦送在此地 柯震恶等齐声叫道 静儿走开 郭靖怕众师父阻拦 再不多言 左腿微曲右手晃圆圈 呼的一掌退出 这一招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 抗龙有悔 经过这些时日的不断苦练 比至红七公出传之时 威力之强已大飞细比 但他怕对手了得 掌力只出四场 另有六成力道留作后背 这正是抗龙有悔的要职所在 求千任见韩宝区 跃出之时 功夫也不这么高强 心想他们的弟子更数寻常 简直这一拳打来势道强劲 双足几点跃在半空 咔啦一声 他所做的那张紫檀木椅子 已给郭靖一掌打得破碎 求千任落去地了 神色间竟有三分狼狈 怒吓 小宗无礼 郭靖存着忌惮之心 不敢跟着进击 神太恭敬 说道 请前辈赐教 黄荣存心要扰乱求千任心神 叫他 靖哥哥 别跟他遭了头子客气 求千任成名以来 谁敢当面糊涂糟老头子 大怒之下 便要纵身过去发掌相机 但转念想起自己身份 冷笑一声 献出右手虚引 再发左手摩梅掌 见郭靖侧身闪避 引手立石勾拿回撤 摩梅掌顺手搏进 转身坐盘 右手迅急挑出 以便踏踏 黄荣叫道 那有什么稀奇 这是通闭六合掌中的孤雁出群 求千任的掌法 正是通闭六合掌 乃从通闭五行掌中变化出来 招数虽不起 他却已在这掌法上 花了数十载寒暑之过 所谓通闭乃双臂灌为一进之一 倒不是真的 左臂可缩着右臂 右臂可缩着左臂 郭靖见他右手发出 左手往右手关进 左手虽发之时 右手往回带撤 以增左手之力 双手却又相互应援 连环不断之巧 一来见过他诸般奇迹 二来英迪时 实践不足 心下窃了 不敢还手招架 记得洪西宫所教的 毁字诀和退字诀 不住倒退相避 九千任心道 这少年一掌碎衣 原来只是力大 武功平常的力 随即川掌闪避 辽阴掌跨步登山 越打越显精神 黄荣见郭靖要败 心中焦急 走进他身边 只要他一遇陷招 立时上前相助 郭靖闪开对方 习俗灯部 见黄荣连右 异色大见关切 心神微分 九千任得势不容情 一招白蛇吐性 啪地掌 平平正正的击中 郭靖胸口 黄荣和江南六怪 陆氏父子 齐声惊呼 心想 以他功义之身 这一掌正好 即在胸口要害 郭靖不死必上 郭靖吃了这掌 也大惊失色 但双臂震处 胸口竟不敢如何疼痛 大祸不解 黄荣见他突然发愣 以为必是让这死老头的 掌力震昏了 忙抢上扶住 叫他 靖哥哥 你怎样 心中一急 两道泪水流了下来 郭靖却道 没事 我再试试 挺起胸膛 走到求千任面前 叫道 你是铁掌老英雄 再打我一招 求千任大怒 运尽使力 碰的一声 又在郭靖胸口 狠机一掌 郭靖哈哈大笑 叫道 师父 龙儿 这老头武功 稀松平常 他不打我倒也罢了 打我一掌 却露了笔 一语方臂 左臂横扫 逼到求千任身前 叫他 你也吃我一掌 求千任 见他左臂扫来 口中却说 吃我一掌 行道 你笔中套拳 谁不知道 双手 楼牢 来撞他左臂 那只郭靖这招龙战于野 是降龙十八掌中十分奥妙的功夫 左臂右掌均可时可须 危惧一格 见敌人挡他左臂 右掌呼起 也是砰的一声 正击在他右臂连胸之处 求千任的身子 如指要断线般 直向门外飞去 众人惊叫声中 门口突然出现一人 伸手抓住求千任一领 大踏步走进厅了 将他在地上一放 灵然而立 脸上冷冷的全无笑容 众人瞧着人时 只见他长发披肩抬头仰天 正是铁丝没超风 众人心头凛然 见他身后还跟着一人 那人身材高瘦 身穿青色布袍 脸色古怪至极 两颗眼珠似乎尚能微微转动 除此之外 肌肉口鼻 尽皆僵硬如木石 只是一个死人头 装在活人的躯体上 令人一见之下 当时一阵凉气 从背脊上直冷下来 人人的目光 与这张脸孔相处 便都不敢再看 历史将头转开 心中砰砰乱条 陆庄主万料不到 求千人明满天下 口出大言 竟如此不堪一击 本在又好气又好笑 见没超风 莫的到来 虽如贸易不大实的 但瞧着模样 了来必定是他 心中惊惧 哀伤一时俱极 南延康见到师父 心中大喜 上前拜见 众人见他二人 竟以师徒相称 君敢诧异 陆庄主双手一拱 说道 梅师姐 十余年前相别 今日终又重慧 陈师哥可好 六冠与郭靖 听他叫梅超风 为师姐 面面相去 无不凛然 哥正恶心呢 今日我们落入了圈套 梅超风一人也不一敌 何况更有他的师弟 黄荣却暗暗点头 这庄主的武功文学 谈吐行事 无一不是学我爹爹 我早就疑心 他与我家庇有渊源 果然是我爹爹的弟子 梅超风冷然道 说话他可是陆成风陆师弟 陆庄主道 正是兄弟 师姐别来无恙 梅超风道 说什么别来无恙 我眼睛瞎了 你瞧不出来吗 你玄风师哥 也早给人害死了 这可趁了你谢意吗 陆成风又惊又喜 惊的是黑风双煞 横行天下 怎会栽在敌人手里 喜的是墙底少了一个 而剩下的也双目一毛 想到昔日桃花岛图门学医的情景 不禁叹了口气 说道 爱死传世哥的对头是谁 师姐可报了仇吧 梅超风道 我正在到处找寻他们 陆成风道 小弟当得相助一臂之力 带报了本门冤仇之后 咱们再来清算你我的旧长 梅超风哼了一声 梅超风哼了一声 韩宝剧拍桌而起 大大 梅超风 你的头家就在这里 便要向梅超风扑去 全金发急忙拉住 梅超风文声一呆 说道 你 你 求千任给郭靖这掌打得痛彻心肺 这时才疼痛见止 朗然说道 说什么报仇算诈 连自己师父给人害死了都不知道 还成哪一门子的英雄好汉 梅超风一翻手 抓住他手腕 喝道 你说什么 求千任给突破的痛入骨髓 急道 快放手 梅超风毫不理会 指贺问 你说什么 求千任道 桃花桃主黄耀师 给人害死了 陆成风惊道 你这话可真 求千任道 为什么不真 黄耀师是给王重阳门下全身妻子 围攻而死的 他此言一出 梅超风与陆成风突然 伏地放声大鼓 黄荣咕咚一声 连以带人仰天跌倒 晕了过去 众人本不信 黄耀师绝世武功竟会遭人害死 但听事受全真妻子围攻 这才不由的不信 以马玉秋处机 王处一众人之能 合力对付 黄耀师多半难以抵挡 郭靖忙抱起黄荣 连叫 荣儿 醒来 见他脸色苍白 气弱油丝 黄急大叫 师父 师父 快揪揪他 朱聪过来 一探他鼻息 说道 别怕 这只是一时悲痛过度 晕决过去 死不了 运力在他掌心 劳工学揉了几下 黄荣悠悠醒来 大哭叫道 爹爹呢 爹爹 我要爹爹 陆成风 差恶一场 嘴急醒悟 他如不是师父的女儿 怎会知道九花玉露完 他勒痕满面 大声哭笑 小师妹 咱们去跟全真教的 贼到晚拼了 黄昭峰 你 你去也不去 你不去 我就先跟您拼了 都是你不好 害死了恩师 陆冠营见爹爹 悲痛之下 语无伦次 忙扶住了他 劝道 爹爹 你且莫悲伤 咱们从长计议 陆成风大声哭道 没嘲讽 你这贼婆娘 害得我好苦 你不要连偷汗 那也罢了 干嘛要脱师父的 酒阴真净 师父一怒之下 将我们师兄弟 三人一起 震断腿骨 逐出桃花道 我只盼师父 忠肯回心转意 连我受你们两个牵累 重行收归师们 见尽他老人家世事 我只盼再能服侍他老人家 一报失恩 这就再无指望的了 梅超峰骂他 我从前骂你没志气 此刻仍要骂你没志气 你三番四次邀人来跟我夫妇为难 逼得我夫妇无地容身 这才会在蒙古大漠遭难 眼下你不记忆如何报复爱施大仇 却哭哭啼啼的跟我算旧账 咱们找那七个贼道去啊 你走不动 我背你去 一面说一面不误住哀哭 黄荣只是哭叫 爹爹 我要爹爹 朱聪说道 咱们先问问清楚 走到求千任面前 在他身上拍了几下灰土 叫道 教徒无知多有冒犯 请前辈也恕罪 求千任怒道 我年老眼化一个尸首 这不算数 再来比过 朱聪轻轻拍的肩膀 在他左手上握了一握 叫道 前辈功夫高明的姐 也不必再比了 一笑归座 左手拿起一支酒杯 右手双指捏住杯口 不住团团旋转 突然右手平掌挥出 掌援击在杯口 拖地声响 一个高约半寸的瓷圈 飞降出去 落在桌面 他左手将酒杯放在桌上 这件杯口平平整整矮了一截 唆使手法 竟和求千任适才一模一样 众人无不讶异 朱聪笑道 前辈功夫果然了得 给晚辈偷了招来 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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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谢 得谢 求千任神色大变 众人以致必有蹊跷 但一时却看不透着中间的机关 朱聪叫他 静儿 过来 师父教你这个本事 以后你可去吓人骗人 顾静走进身去 朱聪从左手中指上 除下一枚戒指 说道 这是求老前辈的 刚才我借了过来 你戴上 求千任又惊又气 却不懂明明戴在自己手上的戒指 怎会变到了他手指上 郭静依言戴了戒指 朱聪道 这戒指上有一粒金刚石 最是坚硬不过 你用力握紧酒杯 将金刚石抵在杯上 然后以右手转动酒杯 郭静照他吩咐坐了 众人这时均已了然 拳击发等不禁笑出声来 郭静身又长在杯口轻轻一击 一圈杯口应手而落 原来戒指上的金刚石 已在杯口画了一道极深的印痕 哪里是什么深战内功了 汪戎看得有趣 不觉破题为笑 但想到父亲又哀哀的哭了起来 朱聪道 姑娘且莫酷 这求老前辈很爱骗人 他的话 有如老狗放那个气 未必很香 黄荣愕然不解 朱聪想道 令尊黄先生武功盖世 怎会让人害死啊 再说 陈尊妻子都是规规矩矩的人物 又跟令尊没仇 怎会打僵起来 黄荣急道 定是为了秋楚基 这些牛逼子道人的师叔 周伯通 朱聪道 怎样 黄荣哭道 你不知道的 以他聪明积极 本不至轻信人眼 但一来妇女骨肉关心 二来 黄荣师和周伯通之间 却有重大过气 全真妻子要围攻他父亲 不由他不信 朱聪道 不管怎样 我总说这个刀老头子的话 很有点臭 黄荣道 你说他是放狗 放狗 主从一本正行的呢 不错 是放狗屁 他衣袖里还有着许多鬼鬼祟祟的东西 你来猜猜是干什么用的 于是一件件的摸了出来 放在桌上 见是两块砖头 一砸腹子紧紧的干毛 一块火龙 一码火刀 和一块火石 黄荣拿起砖头一捏 那砖应手而送 只用力拖了几座 砖头成为碎粉 他听了朱聪的开导 悲痛之情大姐 笑声双眼 说道 这砖头是面粉做的 刚才他还露一手捏砖成粉的上头内功呢 求千任一张老脸 一壶青一壶白 无地自如 他本想捏造黄药师死去 乘乱溜走 哪知自己绚人耳目的手法 尽畏朱松柴川 当即转身 快步走出 梅朝风反着手抓住 将他往地下摔路 喝他 你说我恩师事事 到底是真是假 这语摔戒力好大 求千任痛得哼哼唧唧 半上说不出话 黄荣见那束干毛 头上有烧焦了的痕迹 登时醒 说了 二师傅 你把这束干毛 点来了藏在袖里 然后吸一口 吞一口 江南六怪对黄荣 本来颇有戒力 但此刻 齐心对付求千任 变成了敌忐同仇 朱聪本来颇洗黄荣 刁钻古怪 狠合自己脾气 听了他一句二师傅 叫出了口 更加欢喜 当即一言而行 还闭了眼 摇头望脑 神色俨然 黄荣拍手笑道 靖哥哥 咱们刚才 见着遭了头子 练内功 不就是这样吗 走到求千任身边 笑颜颜的道 起了吧 伸手掺掺战体 突然左手清晖 以用兰花扶血手 扶中了他背后 第五椎结下的神道血 喝了 到底我爹地有没有死 你说他死 我就要你的命 一翻手 明晃晃的峨眉钢刺 一递在他胸口 众人听了他的问话 都觉得好笑 虽是问他讯息 却又不许他说黄药师 真的死了 九千任只觉身上 一阵酸一阵痒 难过之极 颤声道 只怕没死 也未可治 黄荣笑嘱颜开 说道 这还像人话 就饶了你 在他缺盆穴上 捏了几把 解开的穴道 陆成风心想 小师妹问话 一厢情愿 不得要理 问道 你说我师父 为全真妻子害死 是你亲眼见到呢 还是传闻 求千任道 是听人说的 陆成风道 谁说的 求千任 沉吟了一下 道 是洪七公 黄荣几道 哪一天说的 求千任道 一个月之前 黄荣问道 七公在什么地方 对你说的 求千任的 在台山顶上 我跟他比武 他输了给我 无意间说起这回事 黄荣大喜 纵上前去 左手抓住他胸口 右手拔起了他几根白胡子 叽叽而笑 说道 七公会输给你 这脏老头子 没事 陆师兄 别听他放 放 他女孩家粗话 竟说不出口 竹葱接口道 放他奶奶的臭狗屁 黄荣道 一个月之前 红七公明明跟我和静哥哥一起在江南 静哥哥 你再给他一掌 郭静道 好 综身就要上前 求千任大惊 转身就逃 他见雷超峰守在门口 便反向离走 陆冠英上前拦阻 让他出手一推一个亮枪跌了开去 求千任虽七世道明 毕竟也有些真实无辜 要不然哪敢贸然与六怪郭靖动手 陆冠英却不是他敌手 黄荣纵身过去双臂张开 问道 你头顶铁缸在水面上走过 那是什么功夫 求千任道 这是我的独门轻功 我外号铁掌水上飘 这便是水上飘了 黄荣笑道 哈 还在心口胡吹 你到底说不说 求千任道 我年纪大了 武功已大不如前 轻身功夫却还没丢荒 黄荣道 好啊 外面天井里有一口大金鱼缸 你漏了水上飘的功夫 给大伙开着眼界 你瞧见没有 一出青门 左手那株桂花树下面就是 求千任道 以钢水才能演功夫 他一句话没说完 突然眼前亮光闪动 脚上一紧 身子已倒掉起来 没抄风刻的 死到临头 还要脆硬 白蟒边将他卷在半空 依照黄荣所说方位 银边轻斗扑通一声 将他摔入鱼杆 黄荣奔到钢边 额眉钢刺一晃 说道 你不说 我不让你出来 水上飘变成了水底钻 求千任双足在钢底急灯 想要跃出 给他钢刺在肩头轻轻一戳 又跌了下去 湿淋淋的探头出来 骨子领道 那口钢是薄铁皮做的 钢口封住 上面放了三寸深的水 那条小河嘛 我先在水底打了桩子 桩底比水面五六寸 因此 一寸你们看不出来 黄荣哈哈大笑 静听归座 再不理他 求千任跃出鱼缸 低头急躯而出 梅超峰与陆成峰 刚才又哭又笑的闹一场 寻仇凶杀之意 本已大见 得知师父并未适事 心下欢喜 又听小师妹 连校带笔 叽叽咯咯说着 求千任的事 哪里还放得下脸 映得起心肠 他沉吟片刻 沉着嗓子说了 陆成峰 你让我徒儿走 挑在师父份上 咱们前世不救 你赶我夫妇前往蒙古 哎 一切都是命该如此 陆成峰长叹一声 心道 他丈夫死了 眼睛下了 在这世上孤哭令令 我双腿残废 却有妻有子 有家有业 比他好上百倍 大家都是几十岁的人啊 还提救援干什么 编导 你将你徒儿领去就是 没时间 小弟明日动身去桃花岛 探望恩氏 你去不去 梅朝风颤声道 你敢去 陆成峰呢 不得恩时之命 闪到桃花岛上 原是犯了大规 但刚才给了求老头 信口雌黄的瞎说一通 我总是念着恩师 放心不下 心里好生寂寡 黄荣道 大家一起去探望爹爹 我带你们求情就是 梅朝风 呆地片刻 眼中两行泪水滚了下来 说道 我哪里还有面目去见的老人家 恩师怜我哭哭 教养我 我却狼子野心 背叛师们 真是出生不如 我天天记挂恩师 祝导的身降体贱 只盼着一掌将我打死了 突然间啪啪两下 身上重重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厉声喝大 这待复仇一爆 我会自信了断 江南奇怪 有种地站出来 今晚给老娘劈个死活 我 对不起恩师 啪啪两下 又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两边脸颊灯石红肿 可见这里下大人着实不轻 柯震恶大踏步走到厅中 钢杖在方砖上一落 当着一声悠悠不觉 嘶哑着嗓子道 没嘲讽 你瞧不见我 我也瞧不见你 那日荒山夜战 你丈夫死于非命 我们张武帝却也给你丈夫害死了 你知道吗 没嘲讽道 哦 只剩下六块了 柯震恶道 我们答应了马鱼马道长 不再向你寻仇为难 今日却是你来找我们 好吧 天地虽宽 他们却总是有缘 住住碰头 老天也不让六块与你梅超峰 在之上并存 请招吧 梅超峰冷笑道 你们六人齐上 朱聪等早站在大哥身旁相护 把梅超峰突实毒手 这是各两兵人 郭靖忙道 容让弟子先挡一阵 陆成峰听梅超峰与六块双方叫阵 心向好生为难 有意要为两下解怨 只恨自己 微不足以服众 意不足以惊人 听到郭靖这句话 心念互动 说道 各位且慢动手 听小弟一言 梅师姐与六侠虽有素贤 但双方均已有人不幸下士 以兄弟于见 今日直赌胜负 点到为止 不可伤人 六侠以六敌一 虽向来使然 总绝不攻 就请梅师姐与这位郭老弟 交集着如何 梅超峰冷笑道 我岂能跟无名小辈动手 郭靖叫道 你丈夫是我牺手杀的 跟我六位师傅无干 梅超峰悲怒交报 喝他 正是先杀你这小贼 听风变形 左手吉探 五指猛往郭靖天灵盖 扎下 郭靖极月毕 叫道 梅前辈 晚辈当年还只六岁 孩童五只 悟上了陈前辈 一人做事一人当 你只管找我 今日你要杀要寡 我绝不逃走 但如日后 你再找我六位师傅 纠缠不轻 那怎么说 他料想今日与梅超峰对比 多半要死在他爪底 却要解去师傅们的为难 梅超峰道 你真的有种不逃 郭靖道 不逃 梅超峰道 好 我跟江南六怪 大家死的欺人 我命苦 你们也命苦 有什么法子 深仇大怨 就此一臂够教 好小子 跟我走吧 黄荣教道 梅师姐 他是好汉子 你却叫江湖让英雄笑歪了嘴 梅超峰怒道 什么 黄荣道 他是江南六侠的嫡传弟子 六侠的武功 近年来以大非犀利 他们要取你性命 一如反掌 即日饶了你 还比你面子 你却不知好歹 尚在口出大言 梅超峰怒道 呸 我要他们饶 六怪 你们武功大尽了 那就来试试 黄荣道 他们何必亲自跟你动手 但是他们的弟子 一人你就未必能上 梅超峰大叫 三兆之内我杀不了他 我当场装死在这里 他在赵王府 曾跟郭靖动个手 深知他武功底细 却不知 数月之间 郭靖得九指神盖 传授记忆 武功以人大计 黄荣道 好 这里的人都是见证 三招太少 十招吧 郭靖道 我想梅千辈 讨叫十五招 他只学了 降龙十八 缺三掌 心想把这十五掌 一一使将出来 或能抵挡的十五招 黄荣道 那就请陆师哥 和陪你来的那位客人 记述作证 梅超峰奇道 谁配我来着 我单身闯壮 用得着谁陪 黄荣道 你身后那位是谁 梅超峰反手捞出快如闪电 众人也不见得穿轻步长袍的人如何闪躲 踏着一抓竟没抓着 那人行动有如鬼魅 却未发出半点声响 梅超峰自到江南以后 这些日来一直觉得身后有点古怪 似乎有人跟随 但不论如何出言试探 如何骑拿抓打 始终摸不着半点影子 还倒是自己心神恍惚 疑心生暗鬼 但那晚有人吹枭驱蛇 为自己解围 明明是有位高人在旁出手 他当时曾望空外泄 却又没人搭枪 他在松树下等了几个时辰 更无半点声息 不知这位高人于何时离去 这时听黄荣问起 不禁大惊 颤声道 你是谁 一路跟着我干什么 那人恍若未闻 毫不理会 梅超峰向前急扑 那人似乎身子未动 梅超峰这一扑却扑了个空 众人大惊 军决这人功夫高的出奇 生平从所未见 陆成峰道 阁下远到来此 小可未客迎接 请坐下来供应一杯如何 那人转过身来 飘然出听 过了片刻 梅超峰又问 那晚吹销的前辈高人 便是阁下吗 梅超峰好生感激 众人不禁骇然 梅超峰用耳带目 以他听力之家 经为听出这人出去的声音 黄荣道 没事姐 那人已经走了 梅超峰惊道 他出去了 我 我怎么会没听见 黄荣道 你快去找他吧 别在这里发威了 梅超峰呆了半嗓 脸上又现凄厉之色 贺道 信过的小子 接招吧 双手提起 食指尖尖 在烛火下发出 闭悠悠绿光 却不发出 孤敬道 我在这里 梅超峰只听了 他说了一个我字 右掌微晃 左手无指 以抓向他面门 郭靖见他来招其诉 身子稍侧 左臂反过来 就是一掌 梅超峰听到声音 但要相避 意识不及 降龙十八掌 招招惊妙无比 砰的一声 正击中尖头 梅超峰 当时给朕的推开散步 但他武功诡异之极 身随推开 不知如何 傻眼间又抢回原处 手掌叙速异常的抓来 郭靖大惊之下 左腕内观 外观 惠宗三学 已给他同时拿住 郭靖平时曾听 大师傅 二师傅等言道 梅超峰的九阴白鼓爪 专在对方明知 不能发招之时 暴起极境 难闪难打 他出来跟梅超峰动手 对此劫 本以严加防范 岂知他招数变化无方 所以给自己击中一掌 竟反过手来 立时扣住了他脉门 郭靖按脚 不好 全身已赶酸马 好在尚有余力 为己中 右手曲起十中二指 半拳半掌 向他胸口打去 那是乾隆勿用的班长 本来左手同时向里勾拿 右推左勾 敌人极难闪避 线下左腕遭拿 只得使了半招 降龙十八掌 威力其大 虽指半招 却已非同小可 梅超峰听得风声怪异 既飞掌风 又飞拳风 忙侧身卸去了 一半来势 但肩头仍让打撞 只觉一股极大力量 将自己身子推得 向后撞去 右手急挥 也将郭靖身子推出 这一下两人都使上了权力 只听着砰 鼻声大响 两人背心同时壮中了一根听众 屋顶上瓦片砖石灰土 纷纷跌落 众装兵齐声呐喊 逃出听去 江南六怪面面相聚 又惊又喜 进而从哪里学来的这等高明的武功 韩宝剧望了黄荣一眼 料想必是他所受 暗暗佩服 桃花岛武功果然了的 这时郭靖与梅朝风 个然所觉 奋力相拼 一个掌法精妙 力道沉蒙 一个抓打狠辣 变招奇幻 大厅中只听得呼呼风响 梅朝风月前纵后 四面八方进攻 郭靖情知敌人招数太奇 跟着他见招拆招 势必吃亏 记得红七公当日教他 对付黄荣曹华洛英掌的诀窍 不管别人如何花样摆出千遍万画 自己只把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五掌 连缓往复一遍又一遍地使出 这诀窍果然是的 两人拆了四五十招 梅朝风竟不能逼近半步 只看着黄荣笑逐颜开 六怪脚舍不下 陆氏父子目眩神痴 陆成风心想 梅师姐功夫精进如此 这次要是跟我动手 十招之内 我哪里还有幸运 这位郭老帝年纪轻轻 怎能有如此深战无功 我当真走了眼了 幸好对他礼貌周到 丝毫没轻忽了 烛光闪烁之下 见梅朝风容颜俏丽如昔 他本来肤色略见有黑 但近年来咒服夜出 多居荒山野岭 肌肤转白 双颊上还插了一些花瓣枝叶 似乎涂了胭脂一半 当年在桃花岛之时 梅朝风容色艳丽 性格温柔 陆成风其实年幼 对这位师姐虽无情爱之想 却也不禁暗目 师姐待他也颇心后 犹如姐姐一般 其后为师父断腿破竹 对黑风双煞恨恶殊身 今宵重逢 见师姐方姿犹在 身形飘忽 不由的想起昔日 在岛上同门学矣之情 只是师姐心中怨身愁重 脸上多了几分利益气 且出手淋漓狠辣 招数非师门所守 不免令人有利利之杠 只盼两人及早霸闹 完颜康看着又怒又闹 这小子本来非我之敌 自尽而后 怎么还能跟他动手 黄荣大声叫道 没事姐 拆了八十多招了 你还不认输 本来也不过六十招上下 他却又给他加上了二十几招 没嘲讽 恼怒一场 心想我苦练数十年 就不能对付这小子 掌劈爪戳越打越快 他武功与郭靖 本来相去何止背喜 只是一来 他双目盲了 毕竟知亏 二来 魏宝杀夫深仇 不免心躁 犯了武学大计 简直对方武功斗技 于己所料全然不合 三来 郭靖年轻力壮 身手敏捷 学得了名师所授的高招 两人竟打了个难分难解 看看将到百招 没嘲讽 对他的十五招掌法的脉络 以大致默契 只得掌法威力极大 不能进攻 于是在离他仗鱼之外 奔来窜去 要累他利皮 施展着降龙十八掌 最是好神费力 时刻久了 郭靖掌励所及 果然已不如先前之远 梅超风 成势极上 双臂直上直下 在九阴白骨照的招数之中 同时携了催心掌掌法 黄荣知道 再逗下去 郭靖必定吃亏 不住叫他 梅师姐一百多招了 快两百招了 还不认输 梅超风冲耳不闻 越打越急 黄荣灵机一动 纵身跃到住边 叫他 静哥哥 瞧我 郭靖连发两招 立射大川 红剑鱼路 将梅超风远远逼开 抬头只见黄荣 绕着柱子而奔 连打手势 一时还不明白 黄荣在住后一缩身 叫他 在这里跟他打 郭靖遮才醒悟 回身前跃 到了一根柱子边上 梅超风五指抓来 郭靖立即缩身住后 突的一声 梅超风五指插入了柱中 他全凭敌人 拳风脚步之声 而便知对方所在 柱子固定在地 绝无声息 郭靖在憨战时 陡人间躲到住后 他哪里知道 带着惊觉 郭靖呼着一掌 从住后打了出来 指得应接 左掌赵准来士 猛推出去 两人各自震开树木 他五指才从柱间拔出 梅超风恼怒一场 不等郭靖站定脚步 闪电般扑了过去 只听了吱的一声 郭靖一斤给扯吞了一截 闭上也为他手掌带中 性未受伤 他心中一领 还了一掌 拆不三招 又向住后闪去 梅超风大声怒吓 左手五指又插入柱中 郭靖这次却不成事相攻 叫他 梅前辈 我武功远不及你 请你手下留情 众人眼见郭靖一战上风 他以助而斗 嫌已立于不败之地 如此说法 那是给他面子 要他就此罢首 陆成风心想 这般了事最好不过 梅超风冷然道 若凭鄙视武功 我三招内不能胜利 早该服输人拜 可是今日并非比武 乃是报仇 我早已输了给你 但非杀你不可 一眼方臂 双臂运记 右手连发三掌 左手连发三掌 都击在柱子腰心 跟着大喝一声 双掌同时吹出 咔啦啦一声响 柱子居中折断 听上猪人一身武功 见机极快 见他发掌击柱 以各向外窜出 陆冠英抱着父亲最后奔出 只听了震天的一声大响 大听啪了半边 持有的兵马指挥使段大人 逃避不及 两腿为一根巨粮压住 狂呼救命 白颜康过去抬起梁木 把他拉起 拉扯他的手 长乱想走 两人刚转过身来 背后都是一马 也不知给谁点中了穴道 梅朝风全神贯注在郭靖身上 听他从厅中飞山而出 立时跟着扑上 这时庄前云重月暗 众人方一定神 见郭梅二人又一斗在一起 心光稀微之下 两条人一书分书合 掌风呼呼声中 夹着梅朝风运功时 骨节咳咳抱响 比着势才天上激斗 尤为精心动 郭靖本就不敌 昏黑中更加不利 煞时间连狱献招 见梅朝风左腿扫来 当即幼族飞起 静贴他左腿进骨 只要两下一碰 他小腿飞断不可 那只梅朝风这一腿 胆是虚招 只踢出一半 呼到后跃 左手五指向他腿上抓下 陆冠英在旁看的亲切 惊叫道 留神 那日他小腿被抓 南烟康使得正是这一下手法 在这一瞬之间 郭靖以警觉威胁 左手猛地穿出 一余力往梅朝风手腕上当去 这是危急之中变招 招数虽快 尽力不强 梅朝风和他手掌相交 立实查局 左手出翻 小指无名指 中指三指 已画上的手背 郭靖又敢呼地击出 梅朝风侧身悦海 纵生长啸 郭靖只敢左手背上 麻辣辣的有如火烧 低头看时 手背已遭化伤 三条血痕中 似乎微带黑色 陡然激起 蒙古悬崖顶上 梅朝风留下的 九颗骷髅 六位师父说起 他练九阴白骨爪后 手爪上自有剧毒 刚才手臂给他抓到 银眉损肉 见血 未受剧毒 线下可难逃厄运 叫道 荣儿 我中了毒 不待黄荣回答 纵身上去呼呼两感 心想 只有擒住了他 逼他交出解药 自己才能活灭 梅朝风察觉 掌风猛恶 早已闪开 黄荣等听了郭靖之言 间接打击 柯震恶铁杖摆动 六怪和黄荣西人 将梅朝风为在该心 黄荣叫道 没事姐 你早就输了 怎么还打 快拿解药出来救他 梅朝风感到郭靖掌法伶俐 不敢分神打话 心中暗息 你越使劲 照度越发作得快 今日我就算命丧此地 复仇总是报了 郭靖这时只觉头晕目眩 全身说不出的书态松散 左臂更酸软无力 渐渐不欲伤敌 这正是毒发之下 若不是他扶我 蟒蛇要挟 已然毕灭 黄荣见他脸上 懒洋洋的似笑非笑 大声叫道 静哥哥 快推开 拔出峨眉刺 就要扑向梅朝风 郭靖听着他呼叫 精神呼阵 左掌拍出 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 第十一掌 突如其来 但左臂酸麻 去世缓慢之急 黄荣 韩保局 南西人 全金发四人 正在同时向梅朝风过去 见郭靖这掌 缓缓拍出 他却不知闪避 一掌正中尖头 灯石摔倒 原来梅朝风 拳杖听音变味一斗 郭靖这饶 去世极缓 没了风声 无法插之 黄荣一正 韩南全三人 已同时扑在梅朝风身上 要将他按住 却给是双臂立阵 韩保局 全金发 灯石摔开 他跟着回首 向南西人抓去 南西人着地滚开 梅朝风已成事跃起 尚未站稳 不提防 背上又中了 郭靖一掌 再次扑地跌倒 这一掌又是输来无声 难避难打 只出手缓了 力道不强 虽重在背心要害 他却未受伤 郭靖打出这两掌后 神志已敢迷糊 身子摇了几摇 脚步亮枪 跌了下去 正躺在梅朝风身边 梅朝风听着声响 人未站起 无止以戳了过去 突厥纸上其痛 立即醒悟 只是戳中了黄蓉身上软胃甲的尖丝 盲使 鲁鱼打起了乐器 只听了一人叫他 这个该年 风声响出 一件古怪的东西打了过来 梅朝风听不出是和兵刃 右臂挥出 卡拉一声 把那物打折在地 却是一张椅子 刚觉奇怪 只听风声激荡 一件更大的东西又急飞过来 当即伸出左手抓拿 竟摸到一张桌面 又光又硬 无所措手 原来朱聪先置出异议 在藏身于一张子坛方桌之后 握着两条桌腿向他撞去 梅朝风飞脚踢开桌子 朱聪早已放脱桌脚 右手前身 将三件活动器放入了他衣领 梅朝风突厥 胸口几件冰冷滑溺之物 乱钻蹦跳 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 心道 这是什么古怪暗器 还是巫兽妖法 急忙伸手入衣 一把抓住 却是极尾金鱼 手处一斤 已经更是不小 不但怀中盛放解药的 瓷瓶不知去向 连那名短剑和九阴真经 下院韬稳也踪迹全无 他心里一凉 灯食不动 呆立当地 原来先前乌柱倒下 压破了金鱼缸 金鱼留在地下 朱聪 知眉朝风 知觉极灵 手法又快 远非旁连虎 求千刃 诸人所及 于是捡起三尾金鱼 放入的衣中 先让他吃惊分神 财师空空妙手 爬了他怀中个物 他拔开瓷瓶筛子 送到柯震恶笔端 笔声道 怎样 柯震恶是使用毒物的大行家 一闻药味 便道 内服外服 都是这样 梅朝风听到话声 猛的跃起 从空扑制 柯震恶把降魔杖挡住 韩宝区的金龙鞭 全金发的衬杆 南西人的唇钢扁丹 三方同时攻打 梅朝风伸手去腰里取白蟒鞭 只听风声萨然 有兵刃似向自己手腕 指着翻手还招 逼开韩小英 刀见 那边朱聪将解药交给黄荣 说道 给他扶一些 扶一些 顺手把梅朝风身上 抛来的短剑 往郭静怀的一塞 道 这原来是你的 扬起铁扇 上前加攻梅朝风 欺人一别十余年 只因信中各存有 劲敌督促 各自勤练苦袖 无不功利搭计 这一场恶斗 比这当年荒山夜战 更狠了数倍 陆承锋瞧得目眩神海 心想 梅师姐的武功 故淋漓无仇 江南六贯 也却是名下无虚 大叫 各位助手 听在下一言 但个人巨斗震撼 却哪里助得了手 郭静服药之后 不多时已神智清明 那徒来的快驱的野素 窗口随头 左臂已可转动 当即乐器奔道该心 先前的碰巧已慢掌得手 这时已学到了诀窍 看准酷戏 慢慢一掌发出 将要触到梅朝风身子 这才突失禁令 这一招震惊百里 威力其大 梅朝风事先全无阵兆 突然中掌 哪里支持得住 灯石跌倒 郭静弯腰抓住 韩宝区 遇难系人 同时击下的兵刃 叫道 师父 扰了他吧 和江南六贯 一起向后跃 梅朝风翻身站起 知道郭静如此打法 自己眼睛瞎了 万难比低 只有抖起 白莽边护身 叫他不能齐紧 郭静的 我们也不来难为你 你去吧 梅朝风收起银鞭 说道 那么把荆书还我 咱过去的冤仇 就此算数 你如不还 梅朝风阴魂不散 死缠到底 这部荆书 我早瞧不见了 要拿去还给我恩师 朱聪心想 他练了九阴针金上的阴族武功 害人不浅 此经如何可以还他 但他说眼睛瞎了 瞧不见经文 大时失心 见到他呆呆的站在当地 一副尸魂落魄的木雅 心下不忍 从怀里掏出一物 说道 是这本册的吧 好 就还了给你 将手抄本帝国 梅朝风忙伸手抢过 突然间个人眼前一花 梅朝风身后又多了那金袍怪人 他身法好快 个人都没看清他如何过来 他一伸手 抓住梅朝风背心 提了起来 转眼之间 已没入了庄外邻主 梅朝风空有一身武功 给他抓住后 竟丝毫不能动他 众人带着惊觉 已只见到两人的背影 个人面面相觑 伴上不语 但听得湖中拨套拍暗之声 时作时歇 梅朝风给那人抓住背心 同时手指扣着那背心穴道 灯石动弹不得 那人快步走入树林深处 将他往地上移置 孙然大 是才那糟老头子 胡乱咒我死了 你居然还大哭了一场 哭得还真悲伤 心里还有师父吗 梅朝风一听 指使师父到了 爬过去抱住他两腿 乌夜道 师父 师父 谢天谢地 幸好你没事 黄耀师怒道 你还有脸叫我师父 梅朝风哭道 师父 你答应我一声 一场把我打死吗 我只要能再听到你答应一声 我立刻死了也开心得很 师父 我真正对你不起 又对不起师母 师父 伸手上去 抓住了黄耀师的右手 轻轻摇晃 当年她是少女之时 时常这般向师父撒娇求恳 黄耀师往往大悦 煞事之间 黄耀师心中感到一阵温暖 轻声迎望 梅朝风大喜 不住在地下磕头 双手承上真经抄本 说道 师父 这本书我一直待在身边 我眼睛瞎了 再也瞧不起 一心是要搅还给师父的 黄耀师接过 放入怀中 缓缓地道 这不久因真经 害苦的人当真不少 这下院前面所记的武功 是用来给人破解的 你和轩风不知 当真练了起来 可吃了大骨 就算练成了 也会给后面的武功 一一破解打垮 这道理只要研读上卷 便可领悟 你们练的什么 九阴白鼓爪 催心掌 白蟒鞭 归根到底 其实完全无用 倘若有用 轩风又怎会给个小孩杀死 梅朝风磕头道 是 是 黄耀师道 你去打呆了老教花的传人 便留在陆师地庄上 不要再行走江湖了 你眼睛坏了 只有给人欺负 梅朝风听得师父言语中 颇有关怀眷顾之意 再也忍耐不住 放声大哭 叫道 师父 师父 拉着他 长袍下摆 黄耀师只怕自己心软 又惹纠纷 说道 回去吧 低声嘱咐了几句 伸手拖在他肋下 回到归云庄前 梅朝风给了青山客抓走 个人进阶骇然 过了好一会儿 众人方式宁定 柯臣饿道 小徒与那恶夫相斗 算个宝抓划上 好生过于不去啊 陆成风道 六侠与郭兄弟 今日立临 是碧庄老小 性面高竭 在下香气 伤切不及 柯大甲这样说 未免太见外了 陆冠英道 请各位到后厅休息 郭师兄 你窗口还痛吗 郭靖刚答着一句 没事了 眼前轻盈飘动 那轻衣怪客与梅朝风 又已到了庄前 梅朝风插手而立 叫道 姓郭的小子 你用红旗公 所传的降龙十八掌 打我 我眼睛瞎了 因此不能抵打 姓梅子活不久了 胜败也就不放在心上 但如江湖街传言出去 说到梅朝风 打不过老叫花的传人 岂不是剁了我 桃花岛恩师的威名 来来来 你我再打一场 郭靖道 我本不是你的对手 全因你眼睛不变 这才得保性命 我早认输了 梅朝风道 香龙十八掌 共有十八掌 你干嘛不使全了 郭靖道 只因我生性余禄 黄荣连打手势 叫他不可吐露底细 郭靖却仍说了出来 红前辈只交了我十五掌 说我不算他的传人弟子 梅朝风道 好啊 你只会十五掌 梅朝风就败在你手下 红旗公的老叫化 就这么厉害吗 不行 非再打一场不可 众人听这语气 似乎以不求报杀夫之仇 变成了黄耀师 与红旗公的声名威望之争 郭靖道 黄姑娘小小年纪 我尚且不是她对手 何况是你 桃花岛的五国 我是向来敬服的 黄荣道 梅师姐 你还说什么 天下难道还有谁 胜得过爹地的 梅朝风道 不行 非再打一场不可 不等郭靖答应 手指急斜进风 急抓过来 郭靖被逼不过 说道 既然如此 请梅前辈指教 规长排出 梅朝风翻腕亮爪 叫道 打吴声掌 有胜的你不是我对手 郭靖越开树步 说道 我柯大安师 眼睛也不方便 别人越用这般 吴声掌法踢他 我必恨入骨 将心比心 我请再对你如此 是才我中你独爪 生死关头 不得不以吴声掌保密 倘若比武较量 如此 太不光明磊落 晚辈不敢聪明 梅朝风听他说的真诚 心中微微一动 这少年到底硬气 随即立誓和他 我弟叫你打吴声掌 自有泼你之法 泼泼骂骂的 多说什么 郭靖向着轻衣怪客 望了一眼 心大 难道他在这片刻之间 便教了梅朝风 对付吴声掌的罚子 见他苦苦相迫 说道 好 我再接没前辈十五兆 他想把降龙十八掌中的十五掌 再打一遍 纵使不能上过了他 也当可自保 向后跃开 然后涅足向前 缓缓发张大局 只听了耳膀 吃了一声轻响 梅朝风勾案反拿 看准了他手臂抓来 昏暗之中 他双眼似乎竟能看得清清楚楚 郭靖吃了一惊 左掌急缩 抢回左方 一招力射大川 仍缓缓打入 他手掌刚出树寸 支里伸过去 梅朝风便已知他出手的方位 抢在头里 以快打慢 郭靖退避烧尺 险西让他手掌扫住 惊喜之下 急忙后运 心想 他知我长势去路已经奇怪 怎么又能在我将发未发之际 先行料到 第三招更加郑重 正是他拿手的抗龙游回 只听吃了一声 梅朝风如钢似铁的五只手掌 又已向他腕上抓来 郭靖知道 关剑必在那吃了一声之中 到第四招时 向那轻衣怪客望去 果剑他手指轻弹 以小粒石子破空飞出 郭靖依然明白 原来是他弹石子指点方位 我打东他头向东 我打西他头向西 不过他怎料得到我长法的去路 嗯 是啊 那日荣二与梁子翁相斗 洪其公欲先喝破他的全路 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使满十五招认输便了 那降龙十八掌 无甚变化 郭靖又未学权 虽每招威力其大 但梅朝风既得预知 他掌力来势 自能及早闪避化解 又拆十五招 那轻衣怪客突然吃吃吃 接连弹出三颗石子 梅朝风变手围攻 猛下三地杀手 郭靖勉力化开 还了两掌 两人相斗渐紧 只听了掌声呼呼之中 夹着吃吃吃弹石之声 狂龙剑情势不妙 在地下捡起一把瓦砾碎片 有些在空中乱志 有的就照准了那怪客的小石子偷去 一来扰乱声响 二来打来他的转头 不料怪客纸上佳计 小石子弹出去的力道 尽急之急 破空之声奇响 黄荣所致的瓦片固然打不到石子 而小石子发出的声响 也绝技扰乱不了 江南六怪及陆怪鹰都心中惊异 此人单凭手指之力 怎么能把石子弹得如此尽急 就是铁胎弹弓 也不能弹出这般大声 谁要是中一弹 岂不脑破胸穿 这时黄荣已然助手 呆呆望着那个怪客 郭靖已全处下风 梅朝风质离机先 招招杀手 都淋漓之急 忽然间乌乌凉响 两颗石弹破空飞出 前面一颗飞的叫反 后面一颗急速赶上 两弹啪的一声 在空中撞着火星四箭 石子碎片八方乱射 梅朝风借着这股威势 直扑过来 郭靖见来是凶狠 难以抵挡 想起南西人 那打不过逃的四字诀 转身便逃 黄荣突然高叫 爹爹 向那轻衣怪客奔去 扑在他怀里放声大哭 叫道 爹爹 你的脸 你的脸子 怎么变了这样子 郭靖回过身来 见梅朝风站在自己身前 却在侧耳倾听十代声音 这稍纵即逝的梁机 哪能放过 当即身长慢慢拍下了肩头 这一次却用石成力 右掌力拍 左掌跟着一下 力道尤其沉默 梅朝风给着连续两掌 打着翻了的筋头 倒在地下 再也爬了去身 路程风听黄荣 叫那人做爹爹 非喜交集 忘了自己腿上残疾 突然站起要想过去 也一跤摔倒 那轻衣怪客 左手搂住了黄荣 右手慢慢从脸上 接下一层皮来 原来他脸上 戴着一张人皮面具 是以看上去诡异古怪之际 这本来面目一漏 但见他形象轻取 风姿眷爽 销术宣举 湛然若身 黄荣眼泪未干 高声欢呼 抢过了面具 罩在自己脸上 纵体入怀 抱住他的脖子 又笑又跳 说大 爹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刚才那个姓球的 遭老头子咒你 你也不教训教训他 黄荣师沉着脸道 我怎么来了 来找你来着 黄荣喜道 爹 你的心愿了了 那好极了 好极了 说着拍掌而户 黄荣师道 你要什么心愿 为了找你这鬼丫头 还管什么心愿不心愿 黄荣甚是难过 他知父亲的九阴真经 下眷为弟子道走 成为极大汉士 发下心愿 要凭着一己的聪明智慧 从上眷而自创下眷的武功招数 说道 九阴真经也是凡人所做 别人做得出 我黄药师便做不出 若不补足经中所在武功 便不离桃花岛一步 这次为了自己顽皮 竟害得他为怨破事 阮宇说道 爹 以后我永远乖了 到死都听你的话 黄药师见爱女无恙 本已喜极 又听他这样说 心情大好 说道 扶你世界起来 黄荣过去将梅朝风扶起 陆冠英也将父亲扶来 双双拜倒 黄药师叹了口气 说道 承风 你很好 挤来吧 当年我心思太急 错怪了你 陆承风 耿意道 师父 您老人家好 黄药师道 总算还没给人气死 黄荣嬉皮笑脸的道 爹 你不是说我吧 黄药师哼了一声道 你也有份 黄荣伸了伸舌头 答 爹 我给你一见几位朋友 这是江湖上有名的江南六侠 是静哥哥的师父 黄药师眼睛一翻 对六怪毫不理睬 说道 我不见外人 六怪见他如此傲慢无礼 无不勃然大弄 但镇于他的威名 与世才所显的武功神通 一时倒也不便发作 黄药师向女儿道 你有什么东西要拿 咱们这就回家 黄荣笑道 没有什么要拿的 却有点东西要还给陆师哥 从怀里掏出那瓶酒花玉露丸 交给陆成风的 陆师哥 这些药丸调制不易 还是还了你吧 陆成风摇手不接 向黄药师道 弟子今日得见恩事 只是万千之喜 要是恩事能在弟子庄上小柱 及时 弟子更是 黄药师不答 向陆冠英一指的 他是你儿子 陆成风道 是 陆冠英不带父亲吩咐 忙上前恭恭敬敬的 磕了四个头 说道 孙儿叩见师祖 黄药师道 罢了 并不俯身相扶 却伸左手抓住他后心一提 右掌便向着尖头拍拢 陆成风大惊 叫他 是 我就指这个儿子 黄药师这一掌 劲道不小 陆冠英尖头受击后 站立不住 退后七八步 再是仰天一跤跌倒 他没受丝毫损伤 正正的站起身来 黄药师对陆成风道 你很好 没把功夫传他 这孩子是仙侠派门瞎吗 陆成风才知师父之一提一推 是是他儿子的武功家术 忙道 弟子不敢违了师门规矩 不得恩师允许 绝不敢将恩师的功夫传人 这孩子是败在仙侠派 枯木大师门下 黄药师冷笑一声 道 枯木这点微末功夫 也成什么大师 你所觉 剩他百倍 大宋明天起 你自己穿儿子功夫吧 仙侠派的武功 跟咱们提鞋子也不配 陆成风大喜 盲罪儿子道 快 快谢过祖师爷恩典 陆冠英又向黄药师 磕了四个头 黄药师昂起了头 不加理睬 陆成风在桃花岛上 学着一身武功 随双腿残废 手上功夫未飞 心中又深知武学精益 眼见自己独子 虽猎武盛勤 总已未得名师指点 成就有限 自己明明有满肚子的武功诀窍 可以教他 但隔于门规 未敢泄露 为了怕儿子痴缠 索性一直不让他知道 自己会武 这时 自己重得猎于恩师门墙 又得师父云和教子 矮子武功 只日可以大计 心中如何不喜 要想说几句感激的话 猴头却耿住了说不出来 黄药师白了他一眼 说道 这个给你 右手清晖 两张白纸向他一前一后的飞去 他与陆成风相聚 一仗有余 两张宝纸 轻飘飘的飞去 犹如为一阵风吹不去一般 宝纸上无所使力 推至极远 实际投掷数百斤大石更难 众人无不欣服 黄荣甚是得意 敲声问郭靖 靖哥哥 我爹爹的功夫怎样 郭靖道 你爹爹的武功出身入化 荣儿 你回去之后 莫要贪玩 好好跟着学 黄荣急道 你也去啊 难道你不去 郭靖道 我要跟着我六位师傅 过去之后我来瞧你 黄荣大急 紧紧拉住他手 叫道 不 不 我不和你分开 郭靖确知 是在不得不和他分离 心中欺然 陆成风接过白纸 依稀见得纸上写满了字 陆冠英 从庄丁手里接过火把 凑进去让父亲看字 陆成风一瞥之下 这两张纸上写的都是练功的口诀要纸 却是黄药师的亲笔 十多年不见 师父的字迹更加囚禁挺拔 第一页上右手写的题目 是玄风扫夜腿法六字 陆成风知道 玄风扫夜腿与桃华洛英掌 据使师父早年自创的得意武技 六个弟子无一得传 如果昔日得着 不知道有多欢喜 现下自己虽不能再练 但可转寿儿子 仍是师父厚恩 恭恭敬敬地放入怀内 恭身拜谢 黄药师答 这套锤法和我早年所创的已大不相同 招数岁是一样 但这套却是先从内功练起 你每日依照公爵打坐练器 如静静的快 五六年后便可不用扶杖行走 陆成风又悲又喜 百感交集 黄药师又道 你腿上的残疾是治不好的了 下盘功夫也不能再练 不过照着我这公爵去做 跟常人一般寻常行走 却是不难 他早已自恨当年太过心急造怒 重罚了四名无辜的弟子 近年来 潜心创出这玄风扫夜腿的内功秘诀 想去传给四名弟子 好让他们能休息下盘的内功之后 得以回复行走 只是他素来要强好胜 所以内心后悔 口上却不肯说 因此这套内功明明是全部新创 仍用上一个全部相干的救命 不肯烧禄认错补过之意 过了片刻 又道 你把屈师哥和两个师弟都去找来 把这公爵传给他们吧 陆成峰答应一声 是 又道 屈师哥和冯师弟的行踪 弟子一直没能打听到 五师弟已居士多年了 黄药师心里一痛 一对金光闪亮的猫子直射在梅朝锋身上 他瞧不见到也罢了 旁人无不心中坠坠 黄药师冷然道 朝锋 你做了大饿 也吃了大苦 可惜你眼睛坏了 只要你今后不再做饿 黄老邪的弟子 两来也不大有人敢给你为难 这一句话算是当众宣布 让梅朝锋回归师门 梅朝锋大喜 感激之下哭了出来 黄药师又道 以后你就住在陆师弟子庄上 让他好好奉养你 梅朝锋与陆成峰齐声大言 陆冠英道 梅师傅 请你进庄 洗了脸吃些点心 我请我母亲招呼你 扶着梅朝锋进庄 陆成峰道 师傅 也请你老人家到庄里休息一会儿吧 黄药师道 不忙 他眼光逐一向众人脸上扫过 见到郭靖时稍一停留 问道 你叫郭靖 郭靖忙上前拜道 说道 满辈郭靖参见黄前辈 黄药师道 我的弟子陈玄丰是你杀的 你本事可不巧啊 郭靖听他语意不善 心中一领 说道 那时弟子年幼无知 给陈前辈擒住了 慌乱之中 失手伤了他 黄药师哼了一声 冷冷的道 陈玄丰虽是我们叛徒 自有门中人杀的 桃花岛的门人 能叫外人杀的吗 郭靖无言以答 黄药忙道 爹爹 那时候他只有六岁 又懂得什么了 黄药师犹如不闻 又答 红老教花 素来不肯收弟子 却把最得意的 降荣十八掌 传给的你十五掌 你必有过人的长处了 要不然 总是你花言巧语 红得老教花喜欢了你 你用老教花所传的本事 打败了我门下弟子 呵呵 下次老教花 他见了我 还不有的他说嘴的吗 黄荣笑了 爹 花言巧语倒是有的 不过不是他 是我 他是老石头 你别凶爸爸的吓坏了他 黄药师丧妻之后 与女儿相依为命 对他宠爱无比 因之把他灌得甚是骄纵 毫无规矩 那日被父亲责骂几句 竟便离家出走 黄药师本来料想爱女流落江湖 必定憔悴苦楚 哪知一剑之下 却娇艳游胜往昔 见他与郭靖神态亲密 处处回护于他 反而遇老父生分 心中颇有度议 对郭靖更是有气 不理女儿 对郭靖道 老教话教你本事 让你来打败那一嘲讽 明明是笑我门下无人 各个弟子都不争气 黄荣忙忙 爹 谁说套话到门下无人 他欺负梅师姐眼睛不变 长发上侥幸占了些便宜 有什么气派 爹 那日在燕京城里 他给梅师姐抓中了当马骑 要东便东 要西便西 那才叫狼狈呢 可惜你没见到 老教话还不是半点也没法子 那时郭靖尚未跟红七公取义 自拉扯不到他身上 但黄荣只盼父亲消气 撒娇胡说 又道 你倒叫他绑上眼睛 跟梅师姐比划比划看 女儿给你出这口气 纵身出去 叫他 来来 我用爹爹所传最寻常的功夫 跟你红七公生平最得意的长发比比 他知郭靖的功夫 跟自己不相上下 两人只要拆解数十招 打个平手 爹爹的气就消了 郭靖明白他的用意 见黄药师魏家祖兰 说道 我向来打你不过 就再让你揍几拳吧 走到黄荣身前 黄荣喝打 看照 新手横批 搜搜封抢 正是桃华洛英掌法中的语极疯狂 郭靖便以降龙十八掌招数对敌 但他爱惜黄荣之极 哪肯使出权力 降龙十八掌全凭尽强力猛取手 讲到招数繁复奇幻 岂是桃华洛英掌法之笔 只拆了数招 身上连众数掌 黄荣要消父亲之气 这几掌还打得珍重 信致郭靖筋骨强壮 这几下还能受得了 高声叫道 你还不服说 口中说着 手却不停 黄药师铁青了脸 冷笑道 这种把戏有什么好看 也不见得身色晃动 呼得已然淒击 双手分别抓住了两人后领 向左右指出 虽同样一致 尽道却大有不同 这女儿的左手 只是将她甩出 指郭靖的右手 却运力甚强 存心要狠狠摔倒一下 郭靖身在半空 使不出力 只觉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 但脚跟一着地 立时牢牢盯住 竟没摔倒 他要是一跤摔得口肿面青 半天爬不起来 倒也罢了 这样一来 黄药师虽暗赞这小子 下盘功夫不错 怒气 反而更致 可道 我没弟子 只好自己来接你击查 郭靖忙功声道 本辈就有天大胆子 也不敢和前辈过招 黄药师冷笑道 哼 和我过招 你小子配吗 我站在这里不动 你把降龙十八掌 一掌掌的向我身上招呼 只要引得我稍有闪避 举手挡阁 就算是我在了 好不好 郭靖道 满辈不敢 黄药师道 不敢也要你敢 郭靖心想 到了这不天里 不动手万万不可 只好打他几掌 他不过是要借力打力 将我反正出去 我筛记交友有什么 黄药师见他上次迟疑 但脸上已有跃跃欲试之色 说道 快动手 你不出招 我可要打你了 郭靖道 即使前辈有命 晚辈不敢不遵 运起势子 蹲身躯避 画圈击出一掌 又是练得最熟的那招 抗龙有悔 他既担心真的伤了黄药师 又怕若用权力 回击之计也必其大 是以只使了四成力 六成力留作余力 这一掌打到黄药师胸口 突觉他身上滑不溜手 犹如图本的游一板 手掌一滑 便溜了开去 黄药师道 干嘛 瞧我不起吗 怕我吃不住你神妙威猛的小红掌 是不是 郭靖道 本辈不敢 那第二掌霍跃再冤 却再也不敢多留尽力 吸一口气呼的一响 左掌前叹 又让输的从左掌底下穿了出去 直击他小腹 黄药师道 这才像样子 当日 红旗公教郭靖在松树上市场 要他掌一拙树立即使劲 方有催肩破墙之苦 这时他依着签列万事过的法门 指尖微微触到黄药师的遗言 立时发气 不料 就在这静以发出立位受着的一瞬之间 对方小腹突然立现 只听喀的一声 手腕竟已脱臼 他这掌倘若打空 自无关爱 不过白使了力气 却再明明以为击到了受力之处 而发出急剂 着急的所在 忽然变得无影无踪 但要收进 哪里还来得及 只敢手上剧痛 忙越开树枝 一只手已举不起来 心中这才想到 曲公教我 记忆不可始足 这一下不听话可大大糟了 江南六怪见黄药师 果真一不闪 闭二不还手 身子未动 一招之间就把郭靖的腕骨 泄脱了救 又佩服又担心 指尖黄药师贺他 你吃我一掌 叫你知道老教华的祥龙十八掌厉害 还是我桃花岛的掌法厉害 雨声方毕掌声一文 郭靖忍痛跃起 要向旁躲避 哪知黄药师掌位置腿先出 一拨一勾 郭靖扑地倒了 黄荣惊道 爹爹别打 从旁窜出 浮在郭靖身上 黄药师便掌没抓 一把拿住女儿背心 提了起来 左掌却直批下去 江南六怪知道 这一掌打着 郭靖非死也必中伤 一齐强迫 拳筋发站得最近 衬杆上的铁锤 净击他左手手腕 黄药师将女儿在身旁一放 双手任意挥洒 并将拳筋发的衬杆 与韩晓莹手中长剑夺下 凭剑击乘 当郎一声 一剑一乘 振为似节 陆成风叫道 师父 想出言劝阻 但于师父机微之下 再也不敢接下口去 黄荣哭道 爹 你如杀了他 我再也不见你了 急步奔向太湖 拨的一声 跃入湖中 黄药师虽之女儿 身通水性 自小就常在东海 波涛之中 与鱼鳖为戏 整日不上岸 也不算一回事 但太湖水大 毕竟关心 飞身抢到湖边 但见一条水线 笔直通往湖心 黄药师呆立办上 回过头来 见朱聪已为国境 接上了万古所托的旧 当即迁怒于他 冷冷的道 你们七个人快自杀吧 免得让我出手时 多吃苦头 柯震恶行过体账 说道 男子汉大丈夫 死都不怕 害怕吃苦 朱聪道 江南六怪已归故乡 即日埋谷五湖 香油和汉 六人或执兵刃 或空手戒备 布成了迎敌阵势 郭靖心想 六位师父怎是他敌手 只不过网诵了性命 岂能因我之故 而害了师父 盲纵身上前 说道 陈玄峰是晚辈杀的 跟我众位师父无干 我一人给他抵命变了 谁又想道 大师父三师父七师父 都幸如烈火 倘若见我丧命 岂肯罢手 必定又起争斗 我需独自了结此事 挺身向黄耀师 昂然说道 只是晚辈复仇未报 前辈可否宽限一个月 三十天之后 弟子亲来桃花岛临死 黄耀师这时怒气见笑 又记挂着女儿 已无心思再去理他 手一挥 转身就动 众人不禁愕然 怎么郭靖 只凭这一句话 就轻轻意意地 将他打发走了 只怕他更有利害 毒辣手段 却见他黑暗之中 身形微化 以字不信 陆成风栽了半掌 才老 请各位到后堂烧信